将枪三人行 咱们这个都是文化事业的关心者 是吧 最近有个电影 就说这个太炯 这个票房将成为新中国有史以来 最卖座的电影票房 我跟王老师还都没来得及看 但是猴哥 倒是去看了 我去看了 感觉不怎么样 我太太看了一半 为什么 你们是什么精英阶层吗 不是 就是因为文涛打电话来说是要上节目 要讨论这个片子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 你看真敬业 刚好也想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 怎么讲的 这是一个奇迹了 这么高的票房 上一次的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电影 我能想起来的 也是那个黄博演的 疯狂的石头 就这一类的 我能够联想起来的 小成本电影 比如上次好像是300万 就创造了3000万的票房 对 那么这一次好像是3000万 创造了将近10个亿的票房 我看了那个 那叫什么呀 少年派 少年派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它也是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吧 让人处在这个生 死 孤独 这个人 动物 猛兽 然后是宇宙 黑夜 灾难 它还让你很多 您能不能从中看出老子的东西 我又没怎么看出老子的东西 我看出基督教的东西 就是还是把人呢 就是把人放到一个最极端的状态 让你面对着宇宙 面对着死亡 面对着灾祸 我觉得这个本身呢 你要当然用老子的东西也可以解释它 是不是 天地不仁 一万物为出口 也有 不过真是啊 这个 这个今天这个票房这么诡异啊 先从冯小刚这个1942 然后这个又是李安的这个 然后又是出来一个他们是火的不正常的这个 没有任何的不正常 这就是传播时代 有人称之为传媒时代 这个传播时代呀 有时候这个传播呀 代替了货色 说得好 传播代替了学问 传播代替了真相 对 传播代替了真理 没错 我们有饭吃 我们干的就是 不是 我是底下我是批评的 你们想说就是这个 这个 那个韩国那个江南秀 对 他这个好吗 现在已经 他可他传播了 看不惯了 传播成功了 传播成功了 你比如说这好多年以前 我国的网络上红的 老鼻子了的那个东北人都是活了一缝 你知道吧 催化 上蒜菜 那个你也不觉得很特别 是吧 那个哥们呢 因为他是 他爸爸是我的朋友 学村了 学村 他爸爸是那个韩静廷先生 一个很有名的 他又会画 又做歌词 又写 他什么都会 原来空军的一个艺术家 他那个也是就这么传播了 包括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有些大学 大学的的人 他生气 就是他有的那个最传播的 最成功的 那个讲的那课吧 他们听着呢 并不是最深刻的 比如像你们前些日子讲的 什么穆辛的那些学问 那您在传播上 您获得不了这种成功 所以 这个其实白岩松啊 他是 真说过一句实话 他 白岩松啊 他说什么呢 说你 现在你们都拿我当名人了 我算什么名人 我要带一条狗 每次这个 这个 这个节目里都有他 出不去一年 他就变成名狗 没错 没错 所以现在这个传播时代 这个事 你 你真是闹不清 你要太深了 太好了 他还不接受 这还真的是 这是个名 传播时代 本质上是个名气时代 对啊 这个名啊 真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武帝 艾伦这个导演 最近拍的几个电影 其中有一个讲罗马故事的 一个电影 他这个电影里说的 很主要的一个感慨啊 就是当前是个名人时代 就是说一个人啊 可以不因为任何作品 对 因为任何本事 可以什么理由都没有 只要你被关注 你成为名人 马上产生价值 马上就是传播广远 对 还这是这么一个社会 而且名人成了一个啊 我们生活的指南 就是我们得看看 他买什么东西啊 他上哪消费啊 他看什么电影啊 是吧 他是什么星座啊 等等 我跟你说啊 这传播手段呢 一日千里 是吧 你比如说网络的 他这个传播的手段 简直是 就是 就跟爆炸的一样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 可是你研究科学 是不是啊 您创造艺术 能一日千里吗 能有传播手段 进步的这么快吗 慢工出细活 没错 所以现在呢 就是 而且现在我利用传播 是吧 我知道的 有六岁就成为明觉 明觉了 是吧 有七八岁就出诗集的 因为他又传播呀 一传播 他都知道了 过去不可能 您过去 曹雪芹的这个书是怎么传播的 抄 写了一辈子 写了一辈子 最后抄 他一分钱也没得到 所以您讲这有意思 就好比你说这个太种 我们都没看过 但没有人没听说过了 现在 而且听说过的都觉着 既然谁都去看 我们也得去看 我还说实话 我争取这一两天 马上就去看 管的好了 我得看看 要不然我太落伍了 不能被落下 你这是很典型的 传播时代的一种 被传播时代 你还有一种焦虑 对 没有话题 没有共同话题了 大家都看 你怎么不看 而且会人家以为我老了 这更明显 连这太勇都没看过 这事严重了 那是太严重了 那马上你 很多事都不灵了 所以我们没看过 你像你看了 至少你太太觉得 看到一半就走了 但是问题在于 他们说这玩意儿 给中国电影 一个打败好莱坞的希望 为什么他们现在在看 看就说 是不是能超过 泰坦尼克号的什么3D版 看这个 就是说历来最高的记录 还是美国大片创造的 现在照他的势头 他是不是能够 给中国人一个希望 照你看的 你不是前一阵 还刚从美国好莱坞来吗 是 就是为了去好莱坞 寻找合拍动画片的题材 去拜访了一次好莱坞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得到什么收获 就是当然原来就 从小看好莱坞电影长大 那么原来对他不陌生 那么这次亲眼去看了 比如说我们去看到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创人 就是怪物史瑞克 那个动画片的原创人 那么他是从一本漫画书 只有十几页的漫画书 然后把它改编成 我们看到的怪物史瑞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然后几十亿 应该是有几十亿 加起来几十亿美金的票房 那么年纪也应该有六十多岁了 那么他们是怎么在工作的 他们怎么在工作 就是他那么大的办公室 只有两个人 一个他 他秘书 没有别人了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不会讲故事 这是一个老问题 尤其你不该当着作家说 不不不 汪老师 你看 如果我们走进一个图书馆里面 在中国的图书馆里面 最多的是什么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 经 史 子 吉 这是四库全书 很多诗 词 歌 妇 然后呢 演绎 小说 画本 小说 多不多 就我们如果是 有三千年的历史 四千年的历史 那我们的小说 放在图书馆里面的时候 能不能够摆一整墙 就在四库全书里面 占的比例 就整栋图书馆 比如说是十层楼 那么我到国外的图书馆的时候 我发现呢 如果那个图书馆是十层楼的话呢 小说起码是两层楼都是小说 他这中国呀 中国的过去那文化的观念呢 他散文和诗歌都捧得很高 小说和戏剧都压得很低 为什么中国叫小说啊 这个是庄子最早说 是小说以甘旋令 旋令 其尽道也难以在 就是用这些鸡铃狗碎的这些话呀 去想阐述大道理 这太困难了 这小说 这和英文对小说的理解 完全不是一回事 英文呢 他说小说是fiction 它就是虚构的 对 强调的是虚构性 咱们这强调的是它的下等性 或者是零碎性 没错 所以他这个 在这个中国从历史上 你要说你写诗是没问题 对 你写散文 尤其你写策论 给中央写报告 给这个 那你没问题 这是大人物 你要混到写小说这程度了 基本上您这辈子就算 茶馆里混混 这过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岛屿纠纷 重创日本出口 贸易逆差 再创新高 日元汇率居高不下 安倍晋三 拿什么拯救日本经济 好像整个国家 都有点这种 一个分裂的这么一种状况 口子叫特约之财经正前方 星期五 凤凰卫视中文台 过吉祥年 和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贯良卡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和加多宝 那你说这太炯算会讲故事的吗 其实讲的也并不太好 你这么看 那么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中国人不会讲故事 那么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哪里而言呢 相对欧洲 相对西方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有电影 一百年以来的这个事情 而是至少我觉得应该有 可能上千年的 欧洲有上千年的这个小说的这个文化 或至少是几百年的小说文化 那我们真正的小说呢 比如说王老师 我估计大概才一百多年 就是我们慢慢重视小说 可能一百年都不到 重视小说啊 有个小说 咱们有的从唐宋传奇 你当然也可以算 画本可以算 这讲故事这个 中国它发展的一个行业 就是评书 评书是靠讲故事吃饭的 茶馆九四 那个可是都是就是给的下层 给平民讲的了 你的大官没有听评书 但是这个里边有个关键的这个区别 还就像莫言在那个领奖词上讲的 他说这个 我觉得是歧视我们 用嘴说出的话 随风飘散 用笔写下的话 永不磨灭 你像英国或者欧洲 他这个小说 感觉主要是文字 然后供给人们阅读 我们的那个画本呢 它的源头在于说评书形成的本子 对啊 但是它实际上也影响了就中国的这个小说 小说创作 但是现代的小说观念 那应该说 那当然不到一百年 那五四以后 对把现代的小说 看成什么疗救 什么国民的这个伤痛的一个一种药物 一种药匙 就拿他要救国救民 那时候鲁迅呢 什么 这个国魔弱呀 是这些人 这些人的想法 您说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像鲁迅的这个什么 阿Q正传 是不是起到了一点药的作用呢 对当时的社会人心 他起到的是药的作用 他起到的 起到的实际是动员革命的作用 因为那个时候 你只要骂那个旧社会 他刻画上最后都 都完整了 推翻旧社会 推翻旧社会 有关系吗 好 这是第一段 这是比较长时间的 那么第二个题目就是说呢 你刚刚问的问题 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 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 我们法国的电影不行了吗 难道我们德国的电影不行了吗 为什么都是好莱坞的电影在这呢 那么全世界 唯一就是说 真正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放好莱坞的电影 或者是外国的电影 每年只有20部 或多一点 有限的电影 大片 那么唯一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呢 是日本 怎么讲 他是完全对好莱坞开放的 那么所有的大公司 好莱坞大公司 在日本都有自己的办事处 自己的公司 在日本自己做发行 在日本本地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是从70年代 80年代就开始了 那么90年代就非常厉害了 当时日本的 产的电影呢 占他全国的票房不到十分之一了 嗯 然后呢 应该是在07年那一年 日本国产电影和动画片的票房总额超过了好莱坞大片 哦 是吗 不是一部电影 而是全部当年几百部电影加起来的总成绩 你的意思是全面放开 而且 打了胜仗 怎么打的 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这里面有出版社 有电视台 有电视台 有DVD公司 有电影院 有电影公司 有玩具商 那么有报纸 有这个 新闻电台 嗯 那么所有的媒体 大家一起成立一个委员会 共同来开发选择一个题目 然后呢 再决定说这个题目是先出小说 还是先出漫画 那么红了以后 先做电视剧 还是先拍电影 啊 还是在出唱片 还是在做什么 所以他们是每个人 那么去投入他自己的那块专业 这听着很计划经济啊 是吗 不是 他是产业 刚才这就 现在不会有个词叫文化产业吗 这个他是真把文化当产业所 为什么美国呀 这个 我对电影的了解很少了 但是美国这个好莱坞 他为什么这么成功 因为他把它当产业做 是 他没有什么包袱 法国呢 他有那么伟大的法兰西文化 他认为就不可能只是当这个产业来做 中国也是 你别看中国 有些地方他窝囊 要谈到文化 谈到什么 他也不窝囊 他怎么 而且现在中国刚提搞文化产业 这才提了几年啊 是不是 文化产业原来有人还否定呢 怎么能文化怎么能产业呢 文化是意识形态吗 他不许你提产业 而且啊 我还真觉得就是 那天我跟那个这个中国一个导演 说什么 我忘了 就是说啊 中国的人呢 实际是很聪明的 因为他跟我说一个说法 我一想 我说真的 咱们的条件呢 仅在一个地方讲 他说 美国的这个电影 他可以把洛杉矶给炸了 中国电影 我要需要拍个什么动作片 我能把天安门广场炸一下吗 你甭说天安门广场 你在北京制造个爆炸 这就不行 哎 我他他就一说 我就想到啊 中国这个电影人呢 他可得多么人精 他是在多么 题材的种种的限制之下 他还得想一个故事出来 这个是 他这个 所以中国的电影到现在 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产业化 完全产业化呢 大家也通不过 你真把它变成产业了 那人家说那个那个 思想哪去了 艺术哪去了 民族传统哪去了 人民性哪去了 所以也通不过 所以中国这 你慢慢来 我就到到底中国的这个 但中国肯定也有好电影 这是没错啊 咱们过去也都看到过 这个什么夏衍的时期啊 什么孙道林的时期啊 什么那个 那叫蔡楚生啊 那都有好电影 您说的都是老电影 今天的电影您怎么看啊 今天电影 中国国产片我没怎么看 我刚才说了本天 我看的是李安的 李安当然也是华人 华人 华人电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受三千年 日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国家旅游休闲 渡江区 现在最近中国导演又呐喊的 以这个老导演谢飞为首 您听说了吗 要提就还是电影分集制 他们就反反复复说的 就是说这个中国电影 你要不分集 你老以为啊 是我们要什么创作自由 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同意 是吧 说你要不分集 事实上现在 你就对小朋友也不公平 你对大朋友 老朋友都不公平 说说是 所以现在都在提这个 这个问题 您作为前任文化部长 您要是现在还当文化部长 您表态吗 哎呦 这个我还真不敢表态 因为这个 反正中国还是有中国特色的 你得慢慢的跟着 顺着这特色旅 还不能够照搬一些别的地方的办法 但是适当的分集 我觉得起码就是分两种吧 有些对要保护儿童啊 保护少年的 这个起码应该要有要有所考虑 我觉得这是对的 猴哥上美国学习一圈 你怎么看 就是说故事有两种 一种是就是说最传统的用文字 或用口语来说故事 那么第二种就是说 你是在用胶片 或现在不是胶片了 现在是这个数字了 那么你是用镜头在说故事 那么这一块里面呢 它有它的科技含量 而且它的科技含量呢 就是越来越高 其实电影刚开始在欧洲发明的 不是在美国 在欧洲发明这个 就是照相术和电影术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西洋镜 对西洋镜 看西洋镜意思是什么呢 看魔术 因为电影的不同的剪接的方式 可以把一个人突然变没有了 那么对于一百年以前的欧洲人来讲 这是什么事啊 所以是个技术活 好 那么这种看就搜奇猎怪 看魔术 看这种心态 到今天为止仍然存在 就是我们走进电影院 那么他跟家里面看电视台 有所不同 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给震了 那个你刚才说中国电影 我想了一下 就是张艺谋的早期的 有几部片子 那也算也还算是很成功了 红高粱 红高粱 相当好 黄土地是张艺谋是摄影 陈凯歌导演 黄土地是 好像张艺谋是摄影 摄影 对 黄土地 红高粱 一直那个秋菊打官司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我最喜欢 举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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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张艺谋的电影是 活着 活着 嗯 活着 活着 那部电影我最喜欢 活着 还有那个大红灯楼 一直到大红灯楼高高挂 高高挂 我认为他拍的都挺成功 嗯 后期的呢 他有点 就是 就是他太个 从 从这个 这个 写 比如说 全是满城都是黄金鸭 就忘了 就从气势上 人海战术上搞了 就我说过的那个 他空心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是 你传播好了 他空气也 也就空气了 对对 现在倒是传播